丁瑶被天收制服 眼见就要遭殃 天收看着丁瑶的脸 却突然愣住 正错额间 山击骑着一辆摩托车从天而降 车轮借着强大的冲力 重重撞向天收胸膛 强如天收 也不经面容扭曲 痛苦异常 新闻发布会上 孙庸正在对记者大谈天收之勇 突然一口鲜血 竟从天收的口中喷出 看来刚才受伤不轻 天收狼狈的姿态 被电视前的观众尽收眼底 此时 势力庞大的竹联邦已经收到丰盛 查出抢劫投注战 撞伤天收的人 正是陈浩南的小弟山击和一个叫丁瑶的女人 孙庸一赶往日的沉稳 大怒欲狂 我不管他是什么来头 敢动我的人 我要他死 必须死 一旁经过的浩南正好看到此景 山击危难 明真是龙潭虎穴 也要闯上一闯 飞奔赶去 到场后 山击已经在被孙庸的手下围攻 见浩南到来 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让他快去帮助丁瑶 浩南面对对方近百人的围攻 丝毫不拒 抢下一把长刀 顿时大杀死方 与山击两人一先一后 护着丁瑶逃生 竹联邦帮中捡他如此神勇 不敢紧追 孙庸本对浩南颇为喜爱 大怒之下也不急多想 发布了帮中最高等级的狙杀令 就算翻遍整个台湾 也是要拿下浩南三人 山击受伤不轻 几个人躲到郊区一个偏僻的桥下 浩南问山击还恨不恨自己 山击见浩南不顾自身安危 仗义相救 又想起浩南曾经多次提醒过 可恩水性洋化 早晚会害惨自己 随即表示 自己早已想开 大哥永远是大哥 兄弟二人经历波折 总算是兵事前嫌 可面对眼前的局面都是无可奈何 以竹联邦庞大的势力 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浩南经过深思 此时能救他们的人 只有发布追杀令的孙庸本人 山击大惑不解 浩南却说道 相信我 大不了到时候咱们兄弟二人一起上路 庞托大雨中 浩南带着山击来到孙庸别墅 一群凶神恶煞的竹联邦帮众 顿时围了过来